大家好 我是杨丽林志 欢迎收看本期的纽约理工学院新闻 为了帮助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校友保持联络 纽约理工学院正在扩大其在中国南京 巴林以及约大安曼的办事处 2009届从纽约理工学院人力资源和劳动关系硕士专业毕业的雷彤 是第一个因此而被雇佣的员工 他被任命为南京办事处的校友协调员 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吴卫号航空航天博物馆 有可能将纽约理工学院学生的一项作品纳为永久收藏 最后六支入围队之一的纽约理工学院字母汤队声称 3000美元的最高奖金就有可能颁发给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设计是一个可持续能源的 由钢铁和玻璃打造的飞机库 这个飞机库拥有一个包括五层类似飞机机翼的屋顶 这支队伍由纽约理工学院就韦斯特伯里校区的11位 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 纽约理工学院近期主持了长岛哲学协会的会议 长岛哲学协会在纽约理工学院就韦斯特伯里校区的 德斯维斯基中心召开了最新一次的会议 纽约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 同时也是长岛哲学协会创始人之一的 路易斯纳维亚博士表示 干协会每年都会举办两次会议 对哲学领域进行探讨 范围从古代哲学到行而上学 还有科学 这就是本期的纽约理工学院新闻 感谢收看 我是杨里林志 下次再会